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来了 老了 哪儿哪儿都不听使魂了 到这岁数啊 一年不如一年 一时不如一时 看一眼哪 就少一眼了 趁着你们都在啊 我把心里头划我说一说 家童 你早就说呀 要演喜剧 这么多年出去了 你到现在 你告诉我 还有活找你吗 还有你 老说要搞音乐 搞音乐 搞来搞去 让音乐给搞了吧 所以我说啊 你们俩算了 常回家来 帮着帮着你大哥 咱们本来这么一大家子人 现在 就我跟你大哥两个人在家 冷冷清清的 爸 你这话说的我就不高兴了 我觉得咱俩在家挺好的 没那么冷清 我也用不着谁帮着 不是 你看我最近瞄准了商机 做着逼逼机生意 以后赚了钱 是吧 保准让您吃香的喝辣的 就是这家 这是谁呀 今天先帮我把这家搬空 不是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什么 什么意思啊 上哪儿去啊 这个是房屋买卖的 凭据 房屋买卖 凭据给你了 房屋我们就先搬空了 这样我们就良清了 来 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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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必须搬空 沈丫头 过来 我说你怎么突然有钱 做逼逼机生意 合着你的钱 就是这么来的 不是你说都不说一声 你就把 把原本属于我们所有人的房子 属于我们姐弟三个人的房子 就卖了 我们就算这些年不在这个家 我问你还算不算这个家的人 你呀 一个大男人 天天在家里面混吃混喝 你把家里的房子都要败光了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大哥 怪不得你之前天天问我说 留学签证怎么还没过 我还 我还那么你怎么关心起我 原来是嫌我站立屋碍事了是吧 你说话呀 我还没死呢 轮不到你们在这儿说三道四 大哥卖房的事儿 我知道 这个房子是我的 我想给谁 就给谁 轮不到问你们 刚才差点忘了 乔二强 你服装生意 借我们的钱 也该还了吧 如果 这个月再不还清 你们所有人 都别想好过 欠钱 我早就跟你说 不要跟那些狐朋狗友一起做生意 你偏不听 爹 你成年老大不小了 你一有女朋友了 你就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吗 这些年移民这些破事儿 家里鸡毛算品还少吗 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能解决 用不着你操心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拖累你们的 你们吃吧 我先走了 你们吃吧 我先走了 二强 你坐下 你先坐下 你先坐下 趁着大家都在我有个事儿 今天也一并说了算了 我要跟一同离婚 我要跟一同离婚 审得之后再告诉你们麻烦死了 我今天一并说了 当初我妹是为了你 连大学都不上了 我不离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你看你们家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 一大堆我真的跟你们家过不下 说了 我不离 杨定义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是吗 你想跟我离婚 你想跟我离婚 就是因为你得了癌症 你不想拖累我 对吧 但是我肯定不会跟你离婚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其实我在编上看的时候真的百感交集 接下来你们将为各自的角色选择下一个阶段的人生剧本 你们是要坚持现在的人生道路 还是要做出改变 去换一个生活方式呢 我觉得还是坚持现在的道路吧 毕竟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 只要坚持对的事儿 不管是在家乡还是出去 都能闯出一番事业 我准备再换一个行业 我还是坚持不要离婚的 因为我觉得对于自己深爱的人 我一定要陪他经历所有 无论是好的坏的 都要患难与共 我还是想要坚持离婚 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让我爱的人陪我过苦日子 而且我已经生病了嘛 我也不知道自己未来还可以活多久 我希望他可以开始他新的生活 不要拖累在我身上 你们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吗 我觉得在家躺赢挺好的 是吧 万一扛到哪天大院拆迁了呢 你作为一家的老大呀 我不得不给你竖个大拇指 我跟他的选择不一样 我要坚持一下我自己的道路 万一我这个销售冠军 变成更厉害的人呢 更何况 我还得跟这种讨厌的人生活在一起 我不愿意 我必须要走 我也还是要坚持我的音乐道路 我其实一直对搞笑这件事情 有自己的执着 真太搞笑了 我的偶像是冯拱哥哥 我希望我照一日 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 有人选择了改变 有人选择了坚持 时间会给我们最后的答案的 十年过去了 让我们留下一张 1997年的大院合影吧 请不吝点赞 这些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